你好 歡迎收看5月2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在28號又新增了9例的確診個案 縣府在下午3點召開了線上記者會 由縣長學政委 秘書長江憶華 還有衛生局長朱家翔 針對確診個案的疫調足跡進行說明 縣長也呼籲鄉親務必要戴口罩減少外出 也期盼退休及在家的醫事人員 可以加入花蓮縣社區篩檢站及疫苗注射團隊 共同來攜手讓花蓮度過追破疫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8號下午2點 公佈國內新增299例本土確診病例 其中花蓮縣新增了9例確診個案 花蓮縣政府在衛生局召開例行性防疫措施線上記者會 衛生局長朱家翔針對確診個案的疫調足跡進行說明 第一個講案7114 案714 這是一個幼兒 他是案76776的兒子 目前沒有症狀 在5月26號的時候 因為案母確診之後 他通知採檢 因此在5月27號下午 採檢結果是陽性 所以確診 縣長徐正偉呼籲鄉親務必要戴上口罩 減少外出 也期盼退休以及加醫事人員加入花蓮縣社區篩檢站 以及疫苗注射團隊 共同來攜手讓花蓮度過這波疫情 上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過記者會 對於我們的醫事人員的招募的部分 那今天再一次在這裡透過我們的轉播 這個呼籲我們所有退役的醫事人員 是不是可以加入花蓮縣政府的我們的這個招募的行列裡面 他所要負責的工作任務就是我們未來如果產生社區群聚的感染的時候 我們必須啟動社區的篩檢站 我們必須有醫事人員還有護理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是其工作之一 第二個就是當疫苗到來的時候 我們會啟動十三鄉鎮同步的疫苗注射 這時候我們需要大量的醫事人員 醫護人員的加入 花蓮縣政府歡迎大家一起共同來抗疫 以及一起共同來度過我們這段時間 秘書長張英華也說明 中央所配給的2200劑AZ疫苗已經分配到10家的醫療院 也再次呼籲民眾如有相關的症狀 或是與足跡者的足跡有重疊時 可以聯絡花蓮縣衛生局進行詢問 花蓮縣衛生局也會給予相關的醫療以及篩檢安排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